就是大逃殺專輯當中 就兩首歌跟就是電影名稱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鋼鐵人還有熊麻雞 對 來跟我們介紹一下吧 鋼鐵人真的是你看完鋼鐵人之後的發想對不對 我是阿普 就是其實鋼鐵人這首歌 其實是因為覺得 大家在這個時代都很喜歡所謂的超級英雄 包括我們我們自己都喜歡看超級英雄的片 那可是 就其實看完之後回到家 大家發現自己還是一個非常平凡的普通人 對啊 可是會覺得說 怎麼樣子這些普通人也可以成為一個超級英雄 那覺得真正最偉大的超級英雄就是 成為堅持如鋼鐵的凡人 這才是連超級英雄可能都做不到的事情 這樣子 那既然說到了超級英雄 如果說呢 這麼喜歡看電影的八戰 有每個團員 給你們選一個電影當中的一些英雄的角色 你覺得你自己比較像誰 或者是你比較喜歡誰 阿卜先說 我喜歡蝙蝠俠 為什麼 我也很喜歡鋼鐵人 可是鋼鐵人太 你快講完了還有嗎 沒有你們可以講 因為 因為鋼鐵人我喜歡 但是鋼鐵人太 太虛花了 蝙蝠俠也很虛花 沒有沒有 蝙蝠俠的虛花是 虛花是他的外表 但是他的內心是非常那個 孤獨然後很 他有一個使命 NO 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 對自己莫名的使命 那就是我很喜歡 蝙蝠俠他這個人的 角色概念 包括我家很多很多 蝙蝠俠的公仔 嗯 自己非常喜歡蝙蝠俠這樣 那小君呢 其實我蠻喜歡浩克的 欸為什麼 因為浩克其實 浩克平常溫文儒雅 跟我本人一樣 是喔 沒有欸 馬上被打傷 但是其實當我 當我 當我憤怒的時候 我可以一拳打爆地球 真的喔 對對對 但是 所以其實浩克是一個 很特別的存在 就是他不需要任何裝甲 靠他本身的力量 然後就可以去戰勝一切的 一切的怪物 然後一切的敵人 對 其實這跟我們 正跟我們現在的人一樣 當我們只要把 自身鍛鍊的夠強大的話 什麼東西都不用怕 四把流鼻 哈哈 沒錯我下去 謝謝你幫我收欸 要不然我講不下去 哈哈 那流鼻的緊接著 你剛剛是說 電影人物 還是一定要這些英雄 就是 最近那個 Marvel那系列的人 也沒有啊 你就是覺得你自己 喜歡 其實 我那個 我有一個超級嚮往的 就是 就是全面啟動裡面的那些 倒夢子 蛤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他根本就在講我啊 喔真的喔 你的鼻會夢遊 哈哈哈哈 不會 對 真的喔 因為我會夢遊 而且我會做夢中夢 而且 而且我會就是 在夢中有時候 會對自己講話 就說 欸現在這什麼什麼不合理 我在做夢那樣子 對所以說 所以我覺得如果真的 有這樣的職業 我一定要去試試看 但是我覺得 你的夢都會被偷走 哈哈 對對對 你都會被偷走 還蠻酷的欸 就是補夢欸 覺得 其實我覺得最酷的 不是補夢 而是他會夢遊 哈哈哈哈 對因為其實我真的 還蠻會夢遊 而且又會說夢話 對 那我還蠻建議你可以去看一下 你知道睡眠 就是 睡眠即患對不對 就是治療科 或者是去 找一個治療師來 找一個治療師來 那霸天你怎麼看 霸天呢 那個其實 我還蠻喜歡那個雷神書的 喔 因為我很想要那隻槌子 哈哈 也太簡單了 因為我玩具反斗才買一個兵 拜託謝謝 不用啦 就直接去那個路邊 不是有些施工的話 因為那槌子真的很可愛欸 對啊 蛤 那你如果有那個槌子的話 你要幹嘛 蛤 我每天過在身上 哈哈 哈哈 因為真的很辛苦嗎 不會啊 很可愛啊 對啊 如果是同樣重量的呢 不會啊 那邊說我覺得他很輕 哈哈 也是也是 那最後阿店呢 呃 我應該喜歡蜘蛛人吧 欸 因為蜘蛛人 他就是一個 他本來就是一個平凡人 他也不是因為家裡很有錢 嗯 或者是說 或是說他是個 他是個什麼 富翁什麼的 他就是一個學生 嗯 然後他也是 他也是蠻調皮的 我覺得蠻貼近一般年輕人的 那個那個形象 跟你也很像嗎 我不知道 只是我意思是說 感覺他就是 他就是讓人家覺得 呃 因為大家看超級英雄 都會想要成為超級英雄 嗯 所以我覺得蜘蛛人他讓你覺得 欸不是那麼遙遠 因為他就是一個平凡人 他就突然變成 是阿姐那個蜘蛛人的成績 好像蠻好的 啊不要這樣嘛 哈哈 我成績不好也不要這樣 可是你蠻愛讀書的啊 是是是是 對啊因為我覺得蜘蛛人 他的形象感覺是跟一般人比較符合 嗯 比較不會讓人家覺得說 哇我要成為 差太遠 對我要成為鋼鐵 我必須家裡很有錢 我才能去做這個裝那個裝甲 但是你要被蜘蛛咬 OK啊 來吧 哈哈 來吧 你把我